那針對肺癌的治療 目前我們大家的共識是 用手術做一個肺液切除 這是一個最標準的治療方式 那針對於年輕體況好的這些病人的話 手術治療是非常有效的治療 那本院也有許多的先進的儀器 包括說是胸腔的內視鏡手術等等的 然後像外科醫師有非常高超的技術 來進行這樣的治療 那但是對於比較年紀大或者是體況差 或者是說像林先生抽菸抽比較久 那肺功能比較差 或者是有其他痛病症 這些人預計在開刀之後 畢竟還是一個創傷 所以他的復原時間可能需要比較久的時間 那這些人去接受手術 他的危險性也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在近年來就有研究說 是不是能夠用放射治療來處理這類的癌症 那過去的放射治療 對於這種癌症的治癒效果並不好 但是在近年來我們發展出所謂 立體定位放射治療的概念 那他就是在短短數字裡面給予非常大計量的輻射線 那藉由這個方式把癌症細胞殺死 那用立體定位放射治療的話呢 他的控制率就可以達到甚至跟手術是相近的 那所以在那個跟林先生還有 林先生跟外科以及放射腫瘤科 討論之後呢 他就決定採用了地體定位放射治療的方式 來處理他的癌症 那從這個故事呢 當一個引子 那我們接下來來討論說 在放射治療當中會有哪些屠面的考量 那放射線治療是一個相當大的範圍 那只要有接射到放射線 我們都稱之為放射治療 那以此為基礎的話呢 有各式各樣不同 等於說是不同精準度 不同技術層面的技術可以運用 那以本願而言的話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目前是已經普遍運用於所有的病人身上 都會接受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那如果說在要更求完美的話呢 會在強度調控之上再加上影像導引 那如果對於一些特別高風險 或特別重要的治療 我們會在影像導引之上再加上呼吸調控 那這些技術會全部通通都合在一起 那為病人帶來最好的治療效果 那我們從強度調控開始 這是一般我們病人的治療設計計畫設計 那每一個病人的放射治療計畫 都是為這個病人量身大作 那因為每個人的高癌 胖瘦 厚度 以及器官的位置都不一樣 所以針對每一個病人 我們會把他所有的結構構造都記錄下來 然後我們會在他的電腦端層上面畫出 我們想要照射 以及我們不想要照射的地方 那本院的護理師同仁會針對這個病人去設計 專門屬於他的治療計畫 那這治療計畫就是非常的複雜 他用許多的條件去看說 如果我們想要照這個地方 而想要閃過其他地方 究竟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非常繁複 然後需要非常多運算 才能夠達成這個目的 那但是本院的物理師同仁非常地獨立 所以目前我們所有的放射治療 都是採用這樣子的強度調控的放射治療 那這張是在讓大家體會到說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與一般傳統的放射治療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那左邊是我們一般的傳統的放射治療 大家可以想像說 打開一個手電筒的話 那個出去的光就是一個圓形的 那以這個而言的話 你的手電筒大家可以想像 大概是以這個方向照過來 然後從上面照過來這樣子 然後從這邊照過來這樣子 所以它的邊緣會是呈現直線的 那如果我們運用強度調控放射治療的技術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邊緣 藉由很多個方向來給予 然後藉由它不同的強度 就可以把我們給予的劑量稍微調整它的形狀以便符合我們想要照射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談關於呼吸調控的部分 首先先讓大家看一個影片 這個是我們在呼吸的時候的一個影片 你看閒靜在座各位目前也正在呼吸 在呼吸的時候呢 我們的橫膈膜會隨之上下移動 那可以看到說 在肺部裡面所有的構造也是會上下移動的 從這邊的話可以看得更清楚 肺部裡面的這些東西會隨著大家呼吸上下移動 那這個對於我們放射治療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那可以看到說 左邊是我們針對林先生他做的這個定位 那在定位的時候我們會確定說他的肺部的位置 以及他腫瘤的位置 所以在定位當下呢 他我們把他的腫瘤用紅色的圈起來 這個是我們要治療的位置 但是在呼吸的情況下 因為橫膈膜的上下移動 所以他的腫瘤可能會跑到 我們當初定的位置之外 以至於他沒有辦法接受到不夠的放射線激癌 那這就是我所謂這個腫瘤隨著呼吸逃走了的情況 那為了要彌補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用一些新的技術來幫忙克服 那其中呢 最基礎的就是我們所謂的4D電腦斷層 4D電腦斷層是在我們普通的電腦斷層之外再加上時間的因素 那所以他在會隨著病人的呼吸去捕捉這些不同的時間 他的腫瘤的位置 以及全身其他的部分的器官的位置 所以他會在當中切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組的影像 然後呢再把這些影像重組 分別把它分別到這個是病人吸飽劑的時候 這個是病人吸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是病人吐完劑的時候 那藉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在不同的呼吸周期去觀察他的腫瘤的位置 究竟在什麼地方 所以藉由4D電腦斷層 我們知道說他的腫瘤呢 會從這個地方移動到這個地方 那他們會在這個範圍裡面移動 那所以方向治療科醫師就會 針對於這個範圍呢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確保他給予足夠的劑量的範圍 那藉由這樣子的方式呢 就可以確保腫瘤接受到足夠的劑量 那這樣子治療效果才會確實 那另外配合的其他的 包括說這個腹部壓縮跟固定系統 那大家可以自己試試看 如果說你手壓在你的丹田的地方 用力往下壓的話 這時候你的呼吸就不能夠大口的深呼吸 你只能夠淺淺的小小的呼吸 那淺淺小小的呼吸呢 他的腫瘤已經很個膜的移動 就會變小 那所以我們在設計 治療計畫的時候呢 它包含的範圍就不需要那麼大 但是這個壓縮的系統呢 當然會對病人造成一些不舒服 那整個治療的話也許需要到 二三十分鐘的時間 病人都必須要接收到腹部壓縮 那所以有一個非常好的壓縮系統 如何可以固定這個病人 然後讓病人不至於太不舒服 就非常的重要 那粉苑進的就是相對來講是比較貴的 這個固定系統 那相信是對病人來講是能夠有比較舒適的治療 那最後是我們的3D表面即時成像系統 這個和前面的4D電腦斷層 還有固定系統是相互相成的 那這個系統呢 是在運用在治療室裡面 它有兩台架在天花板上面的紅外線攝影機 那如這個圖可以看哦 這兩個紅外線攝影機呢 會去追蹤病人的表面 表面就是肚皮的表面 那藉此去比對 跟它在呼吸的週期當中 是在呼吸的哪一個週期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是紅外線 可以打到病人 那這個是病人 它正在追蹤的病人表面 那從這個裡面可以看到說 這個目前它和我們定位的當下呢 病人是不是有位移 是不是往頭或往腳 或往左邊或往右邊 或者是往上或往下 有什麼樣的位移 我們都可以把它定量出來 那最直接的應用就是說 我們可以觀察它移動的幅度 是不是對於我們放射治療罩才能影響 如果它移動的幅度非常的小的話 那我們會覺得這樣子的治療可以是安全的 那如果它移動比較大 好比說病人今天特別喘 所以它呼吸特別快 起伏特別大的話 那或者我們就要去做一些更低度的調整 那在未來的話 我們希望說能夠跟病人合作 讓病人去主動控制它吸氣或是吐氣 到達我們希望的位置 那這樣子我們照射的範圍又可以加到更小 那這個是未來我們在本月預計要進行的 從這個圖上面可以看到說這個是我們的表面追蹤系統 它現在目前正在追蹤這個綠色的這一塊 那它從這個表面追蹤系統的輸出就可以看到說這個是病人正在呼吸的周期 那跟我們用X光去觀察病人體內的腫瘤的位移就會是一樣的 那所以未來我們希望說能夠病人讓他自由呼吸之後呢 比如說吐氣吐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藉由表面成像系統去確認說它的位置保持在這個地方 那藉詞就代表說它的腫瘤停留在我們想要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會給予它適合治療 所以總結以上呢 這個是本月目前有的呼吸調控放射治療的相關技術 那他們是彼此堆疊起來或者是相互配合的 那並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運用到所有技術 那我們會考量病人的體況配合程度 以及腫瘤的大小跟位置來挑選最適合的技術的組合 那有了這樣的技術呢 醫師對於確實照射腫瘤 確實能夠讓腫瘤接受到足夠的劑量 那也就連帶對於腫瘤的控制力就會比較有把握 謝謝大家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蔡醫師今天帶來分享的資料 那不曉得各位媒體朋友